為什麼我們接下來要做右邊板子不做後面的板子呢? 因為其實前後是對稱的 所以等一下我們做好前板子後 我們可以直接用對稱的方式 就有個對稱鏡像 直接做出那個後板 所以我們只要做右邊的右板就好 好,做右板的話 當然我們還是需要做一塊板子 那這板子你可以知道 我們的大小其實就是跟著這個一樣高 就是這一塊一樣高 所以我們現在先做出一個草圖 選擇草圖 那我們平面要選哪裡呢? 你可以有兩個平面 一個是底板的這個平面 一個是前板的平面 那我都選擇底板的平面 所以點下去之後 我會在底板的平面上面畫圖 畫圖的時候呢 平常你看到我在底板平面上 所以我這邊都可以選擇 因為他們在同一個平面上面 所以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一樣選這個邊角舉行 那我這時候我就可以直接來畫 可是你就發現有個問題 我這邊怎麼選不到 這裡可以靠近可以選擇到東西 可是這邊選不到 那為什麼? 因為下面這個東西呢 我們是在這個平面上畫 所以這很容易都會選擇到這些點 可是這邊不在同一個平面上 就不太容易選到 那有什麼方法呢? 做一件事情 我這先取消 用這個就叫投影轉換 點下去之後呢 我把這個板子的東西投影到草圖3 所以我現在點下去 你就看到這個線變成十線 也就代表說草圖3直接畫了這四條線 是由這個板子的這四條線投影過來的 所以我現在把前板先關掉 你就看到我就直接畫好這個東西了 那同樣我也可以投影一下這裡 所以按下投影之後 它直接線就出來了 那現在下一步我們就是要把圖畫出來 我們圖長什麼樣子 其實就是這個畫出來的一個矩形 點分別是這邊相連 然後跟這邊某個點相連 那我看一下怎麼畫 首先靠近這個點重合供點 再來你要到底連到哪裡呢? 我們先確定一下 我這個點一定是跟這邊是連在一起的 然後這個高度 我可以這邊滑過去 那我現在 你可以看到我右下角出現垂直跟平行 代表說它都跟這個草圖上的其他點 產生垂直或平行 這樣就按下確定 按下確定之後 你也不用調整什麼高度寬度 因為它都跟其他一樣 所以這會跟著別人的高度跟寬度 別人的高度跟寬度 做好之後接下來要長壓克力 長出一個厚度 長厚度 我們就直接選這邊擠出 那擠出的時候 你會看到我這邊選草圖3 也就是說草圖3的所有的線條 都拿來擠出東西 那有的時候你可能不要擠草圖3 例如說我這邊查查 你可能只擠哪一塊 比如說你只擠這一塊 你看 差別是什麼呢 就下面那邊是不會長東西的 所以我們選的時候 你要選什麼東西 你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把整個草圖拿來長 一種是只有草圖的一部分 那草圖一部分也不是不能長 就是你要選擇很多地方 一如說 你看我直接選草圖3 點下去 它就整個草圖一起長 那如果不是這樣選的話 你就是每個小空間都要選 1 2 2 3 4 5 6 這樣其實也可以 對不對 因為它就選6個面 因為它被切割開來 只是這邊選比較多 那我不需要那麼多 我就給它只選一面就好了 就草圖3 好 選擇草圖3 那一樣厚度就是一個THYCK 然後再來記得我們要做的事情 箭頭要反過來 是靠過去的 展過去的 還有件事情不要忘了 不是新增 我們不是讓底板多出一個這個東西 我們是要多出一個新的零件 因為我們之後是這塊板子 是獨立存在的 好 那這樣都好之後 按一下確定 我們就多一個板子 把這個前板打開來 你就看到 我們的三塊板子 彼此都會有重疊的地方 重疊的地方就是 將來我們要做卡榫的位置 還有包括我們要做螺絲孔的位置 好 那這一樣 把它重新命名 這一塊叫做右板